台灣有一道名菜叫紅塵米糕 或者是紅塵米糕 它的感覺就有點像我們吃龍仔蒸鞋飯 令到我一事難忘 現在看這本書 《大碗大池客飽味一定要知道的台灣菜故事》 我看到這道菜的時候 又再想吃紅塵米糕 作者叫陳玉針 他是一個研究台灣飲食文化的學者 雖然他是做學術研究 不過他絕對不是紙上談兵 例如他會整理很多文獻 訪問了很多人 去解釋很多歷史 讓讀者知道 另一方面 他似乎都是攀任高手 對做台灣菜很有心得 例如我們看看我們熟悉的肉醋方面 紅蔥頭和剁碎肉的功夫為本 有些人還會有自己的秘方 有些人特別講究肉的部位 有些人會加蝦米、冬菇 有些人會加碎蔭瓜 又會加豆腐乳 或者是豬皮 豪華一點的 還會加江貝和海蝦 這本書除了讓我們看到台灣的飲食文化之外 還看到學術研究充滿人情味的一面 對不對 你可以在旁邊